这鸡蛋呢,你别总煮着吃了,像我这样做,可好吃,可下饭了。 来吧,和老门一起学着做吧。 老门一分钟就交费你。 在市场花了三块钱买的韭菜,顶刀切粒。 空碗中打入五个笨蛋,加入少许的食盐,用你的左手给它搅散。 把提前切好的韭菜倒入蛋液中,给它搅拌均匀备用。 接着准备一个空碗,调个料汁,加入一勺清水,少许的生抽和蚝油,一点盐和一勺鸡精。 家人们,能吃辣的就再加入一勺辣椒面,少许的土豆淀粉,给它搅拌均匀。 家人们,能给老门点个小红心吗?就是照着手机屏幕点两下就行。 万分感谢,锅中油热下入蛋液,开大火煎至两枚金黄,炒匀炒散,炒成大块。 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,开大火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 家人们,这个鸡蛋呢,在家你就像我这样做,真的可好吃,可下饭了。 有时间你也试试吧。